我前一次啊,我人生当中我什么都怕,天不怕,一怕我就怕蛇 但是我有两次我遇到很特别的经历 我家在城市市中市中京,应该不是靠山的地方,应该是不会有蛇的 有一天我在半夜,我听到我的车窝平平平的声音 那个肥皂掉下来,我以为,哇,这只老鼠买了蛮大的包的肥皂弄好 我就好了,反正我半夜醒了,我去小便,我顺便把那个肥皂开灯,那肥皂放回眼泪 的时候我看起来,竟然有一条,虽然不长,大概也有两侧 两侧这么长的侧,卷在我的厕所的窗那边 我当场我就吓到白一点,我都不知道,我忘记我可以把那一弯弯叫那个人来坐车 我吓到我什么,如果我继续睡下去,我就睡不着了,我一直跟着他睡 他跑进我,跟我一起,从床怎么办,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,奉医书的名,我命令你离开,这时候好像会听我讲话这样 他就也很平安,很安静地从那个窗口爬走了,他就也不敢睡 我发现他买医书回来,那天晚上我打电话,哥哥,我要请你家睡,因为有事了 这是一次经历,然后教会啊,可能我们的母堂,因为我们母堂前面有一条河,有河的地方一定有事了 然后,你也知道我们母堂有做幼儿园,对吗? 有一次他也经历看见的,他们在说,哦,这什么,他们都讲,什么,有蛇啊,有蛇 大家不管你说,其实我也很怕蛇,但是我是牧师,大家都怕,我们连我也怕 这很糟糕了,我就走过去,其实他好像类似的是有毒的蛇啊,说是黑,黄黑相间的一条蛇 这个黑,黑黄黑,我们都是毒蛇来的,他是小蛇啊,小孩子的蛇 但是我也不敢去做他,因为我不懂得做蛇,我就,他们说,啊,赶快拿滚水,拿滚水,去烫啊 好了,我去拿滚水,第二烫他越跑,更深进去,跑到我的那个baby room,婴儿四座,超高的 如果把这个蛇做出来,万一那个婴儿啊,那个baby被咬到,我就是,呆忘了 我就把那整个baby room的东西搬走,然后我说,主啊,你要帮助我,是我刚抢转盘 我就外面打一个红转,我就entering,向着他,这样,递过去,好啦,按电子,我压到他,马上用我九十斤的身体,吓,吓 真的是,吃得很长,然后我就把他清理掉了 当你遇到,不是故意叫你去捉蛇,也不故意叫你去拿蛇,但是你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,上帝会给你 权柄和能力,也给你知道很清楚,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啊 当我们奉主的名的时候,兄弟们,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个世界,必须听从 第一,天上的天子,大家讲,天上的天子 第二,地上的万物 第三,地域的魔鬼 他们必须服从耶稣的名,而我们就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 咱们,很对啊,耶稣的名属于我们的 大家讲,耶稣的名属于我的 因为我是授权者 因为我是授权者